有文化的rapper就活该被排挤吗 一首男人当自强听的我热血沸腾 直到现在才知道原来rap也是可以咬字清楚 中间不惨咋散装英文的 没一句脏话大概就骂了一圈人 黑精打采的快睡着的rapper 这首歌送给你们所有人 站起来给我听好了 站起来给我听好了 这台风果真得了增益的真传 终于知道老舅为啥总被淘汰了 他压根就不是冲着晋级去的 次次句句一针见血 一首电梯战神揭露说唱全内幕 不懂就问老舅怕是有写词牛逼症吧 难道这就是新二代凤凰传奇吗 当老舅唱作五哈主题曲遇到困难时 竟然还有人不知道山河图是老舅写的 但是在当时也是接到了凤凰传奇公司的邀请 我希望我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立体的山河图 那么首先从高出发 然后走向东西南北